也是个节奏挺快的阵容 而且这阵容 三路的一个对线强度都很强 上路鳄鱼 中路卡尔玛 上路如纳 这阵容中期好猛啊 感觉 偷爱了九头 在点五时没有被学过的 波比打鳄鱼 有梗鼓腿哥 跟九头差不多吧 感觉都是抗压发育的 但是不是考虑到这把 也有一个贾克斯要双进场 所以选一个上单波比 九头可能比较主动点吧 波比的话就看大招的释放了 以及看看这个对线 能不能说真的扛压于扛的不错 没什么梗啊 三六九 插个眼走 照性没有异的距离 上路这两个英雄 只要鳄鱼能推线 那对线就会舒服 打一个AQ 反手霍亚Q你一下 他有点不想让霍亚回线 你看 是吧 是的 他不想让他回线 但霍亚其实等会可以硬回 小兵快阵亡的时候 硬回 但是鳄鱼一直在卡他 霍亚捡到了这个小圆盾 想上去吃惊艳 但这样鳄鱼征服者叠满了 下路镜头一回来 球球已经是半血了 怎么药都已经没了 而且被强二了 这一个兵点了好久 强二之后 泽力回身也换 纳美这边先把治疗交上 而在换血上面 两边换了个对半开吧 是的 就第一波挡了一下 变阳换血 水炮回身也中了 杰克这边点 骗出来了一个光盾 那直接拉开了 强穿激光 减速到Miko Miko这边还有闪现的 杰克上来帮帮 稍微还挡了一下Q 哇 他知道自己有意 而在野区2打2打起来 第一时间小奶油的RQ甩在脸上 北川直接往前冲 配合上 Niko拿到了一个一血 贾克斯有点拉不掉 粉冲好开了 想要反打 交闪晕住两个人 回身先拿一个头 而且身上的无情连打 已经跌起来了 能不能再挡到底 发现伤害好像不太够 Niko的缠结道刺好了 闪现缠结道刺 这一下闪现还是挺赶的 一闪还很准啊 下路也拼得很凶 球球还在治疗的 强传激光 走出了这个强传激光的范围 杰克一上去不够距离 闪现点点Q伤害够了 直接伤害够了 哇 卡你一个盾消失的时间点 李秀南吃果子去了 那得绕一圈能回来 好准的水炮又中了 那每一个人跟这卡两个现在 看到水炮几波都中了 是 这套波下路压力给足了呀 想洗这个位置 W被远程兵挡了 李秀南开出自己的超线暴闪 但是卢仙反手也怼了一发 牙圣枪洗礼 来了 交闪 对不很集中啊 对 闪现得很快 两端一交了 北川来了 这个位置鳄鱼是没有位移的 波比直接大招开流 鳄鱼开大招 神皇卡在时机没有二级大 鳄鱼在等自己的横冲直撞 先交闪现 北川这边直接跟上自己的五位冲锋 人头要给谁 最后的坚定风采也没问题 卡住了鳄鱼的横冲 叫让人头出去 他这段没道理的 说真的 这段往前翼 就把自己 就觉得赵兴抓不死自己啊 对啊 把自己移去不复返了 紧紧风采一开把你一挡了 还有六重点塔很快 再搞一层 再吃一层 甚至想悦你哦 哎 想悦 点两下伤害不够了 需要一段时间的 处理完中线可以来得及 但积极再多蹲服 直接开 开到了贾克斯 再给一个残缺道次 贾克斯这边被挑飞了 没有交出跳斩 但是乐于基地上了一波AOE 卢西安的位置非常好 射强心理陪格队友先吸死一个鹿鹿 打出两个闪现之后 卢西安还能追击 溢到了李秋南脸上 把李秋南的滑墙给溢出来 杰克拉姆还要再往前追击吗 算了 这波要被吃播大点 诶 这波欧亚没回去 那三个人有机会把他越掉啊 鳄鱼手里是有一个黑切的 好在欧亚的一个示威的裁决 砸走了鳄鱼 两个人伤害够吗 卡尔玛过来水炮中了 二段链子出来脏杀了 没办法 躲比在手中他 三包一四包一 交滴下来 鳄鱼蒙蒙往后钻 交一个闪现拉掉 而下半区 桃鱼也带着霞午前锋在推 踢踢着不顿呀 已经失智了呀 诶 波比怎么说 大招把杰克捶走 也行 算你守住了 算你厉害 上路的二塔 波比怎么又是我手塔呀 什么意思 直接一个壁冬出来 但有两个人在脸上 后呀还是得撤 爆破加六重 桃鱼这硬A塔 而中路这边也被骚扰了一下去支援波比的时间 那上路的二塔也被推到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飘上来又给两枪 扫上枪洗礼 这一波直接洗 看多少钱 哎呦66 舒服 这也上路塔自己是放空的 A两下就掉了 野区过来 守着赵信还被贾克斯给晕住了 回身卢娜就在侧面 赵信被逼说自己的心愿护卫 右口闪现开 杰克这边交完闪现之后被右口接上击掉 右口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把下路组合带走了 但泽力也被贾克斯给切掉 后面还有一个369 正面的贾克斯处理完 泽力再跳下去处理完赵信 还能打小天这一波在对方的人群当中杀了个三进三出啊 剩下一个球球 我是一个露露 我能怎么办呢 露露没闪现 要被包了呀 跑不了 我能怎么办呢 小天 露言过来 给了 给了 往下直接 仇准了对面的泽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招推推放 距离刚好够 缠结道刺也中了 对 但是泽力为了跟伤害 选择了华强过来 然后交出闪现 没有注意草里的这个武器大师啊 然后鳄鱼踢过来 就被果比捶走了 但是这个武器比较能顶 但这边打下来三 又是你 可怜的露露 干锅解挺快 你别说 右口来了 直接做出一个奶油 奶油直接被带走 这个干锅力大空啊 他预判干锅解了 鳄鱼的红度咬 而且追击还在继续 北川开一个新闻护卫 右口 波比直接冲进来 留住了卢仙 卢仙反手扫一个三枪系列 右口过来 已经能甩空掉了 那这样TT要先撤掉了 还有下一轮嘛 卢仙往前一脸 贾克斯进场 反击风暴 接上一个武器大师 后鱼先被击杀 鳄鱼闪现一击人权 红度Q了三个 再一个咬 咬出照性 贾克斯拿到一个三杀 要自杀了 人头给他上一下 一波了 一波了 突然死亡了 这样我们 恭喜陶伯 在今天的第二场 BO3当中 2比0战胜了TT 起来